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玩玩 大家好 我是還在科學劇上面努力的小葉 那旁邊這位小人在幹嘛我就不太清楚啦 那今天開始之前呢 我先回應一下之前的第四集的一些留言 因為在那一集呢 我有問大家說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 可以讓大家留言參與那個臭小人的活動 那臭小人活動是指那個名字啦 就是這邊把小人名字改成觀眾的這樣子啦 那有人些人就誤會說小葉樹是想那個列印小人啦 就抽一些好的屬性 基本上這個我是不會特意去刷的啦 如果你要刷的話 你可以透過重新登入的方式把它刷一次 那三個小人的屬性都會不一樣 那你是可以一直刷刷到你想要的小人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必要 那這個週期來的人不好就等下一個週期嘛 下三個週期就會來個新的一批小人嘛 那我們講回去那個抽小人的問題喔 在留言看到一個我一看過去我就馬上覺得 嗯就採用這個的留言啦 就是這一位 那他的留言就是說 讓大家猜一下噴醇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想法不錯 所以我就直接採用了 所以這個觀眾就可以把名字改進裡面來啦 不過是沒有留下名字給我耶 所以是直接Youtube的名字嗎還是什麼 如果你有看到這段影片的話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到底你想改一個什麼的名字進去 所以就照這位觀眾說的喔 這個噴醇就讓大家去猜一下吧 到底裡面是什麼喔 前面一直都沒有挖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啦 就讓觀眾去猜一下 到底裡面是什麼呢 我給大家一點提示啊 我看一下梯子盒該哪裡喔 OK這樣已經縮少範圍了吧 那同樣猜對的 而且戰術最少的好不好 猜對的人然後戰術最少 那還要記得後面打上你想改的名字 不然我又要特別去用一集去講了 那就這樣喔這個噴醇 那當然這個抽完之後還有一個在這邊嘛 這個就到時候再算了 好了那今天呢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下一集我們已經產生的這個動力服啊 就把它啟用吧 欸其實這個剛產生出來的動力服啊 如果讓它穿上去會發生什麼事情嘛 這個鍛造場裡面產生的動力服 然後裡面到底會不會有氧氣呢 欸還有欸是不是 就是這個就是裡面有75千克的氧氣嘛 所以剛產生的動力服是可以直接穿上的 嗯裡面已經有包含氧氣 所以產生的時候氧氣進去了嗎 不可能啊 反正剛產生的動力服可以直接用 那我就在想啊 我還需要做那個動力服機做了嗎 像我現在讓它穿動力服嘛 就趕緊這邊做一對門 讓它挖下去 75千克可以用個一天啦 應該一天挖不下去啦 所以還是要用動力服機做啦 那如果你蘆葦特別多喔 很多一點讓它可以多去幾天 這個方法未必不可喔 你們有興趣可以這樣做啦 那我還是乖乖的做那個動力服機做吧 那我生活去外圍應該是來到這邊啦 這裡就是生活去外圍啦 這邊額外拉錯一個平台 生活去外圍是這邊 可是特別這一層多拉錯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就是用來放那個動力服機做 4、15、16、17、18 18格 就最大的一個房間啦 然後在外面做一個水門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要挖到那個軟梨了 所以呢 空氣濾鏡機先蓋好喔 新的小人 和平主義 欸這個啦 這個這個有至少有1啦 好啦 哇研究 研究也差不多囉 剩這邊 然後 都繼續啦 繼續研究啦 那這邊挖出了很多的軟梨 那這些軟梨我把它放到這裡好了 這箱子用來放那個軟梨 它就不會再釋放出那個 霧陽的氧氣 也不會再釋放出那個細菌 所以挖到的都放到儲存箱裡面 水裡面的儲存箱 你就不用擔心它一直釋放那個烏陽了 然後它們拿完你的時候身上會有細菌嗎 然後會弄髒 在休息的時候它們會洗澡 所以不用太擔心啦 就算沒有洗澡 它們休息的時候去廁所 出來的時候也會洗手 所以還好喔 不過很難免的會吸入一些淨體類啦 這個是沒辦法啦 體內的你也不用想可以把它洗掉 因為它在體類 體類的細菌要怎麼洗 你要割開它身體去洗嗎 不可能啦 所以這很正常的 有一些是沒辦法洗啊 這邊的話就做一個 直接二氧誇碳門做好了 剛好這邊做二氧誇碳了 那在外面做一個氣洞門 限制那個小人出去 之後就來動力伏機做 然後 還有什麼 氣管 喔氣管吼 要蓋幫浦了 我們藻類有多少啊 藻類剩一點點了 藻類也要挖了吼 我看一下 這邊還有一票 這裡可以挖上去啊 先挖上去 這邊藻類要拿 我們要蓋一個幫浦 抽那個氧氣給它 那前期你可以選一個 小人比較小去的地方 他們不藏去的地方 在那邊 稍微做一下殘養 揮畫一下這邊好了 讓它靠近一點啦 然後直接在這邊 放兩個 藻類還原嘛 做一個幫浦 然後把管線 拉過去 直接不做過濾了 這邊小人不藏過來的話 這邊就只會有氧氣 應該這個幫浦 很難會吸到氧氣以外的氣體啦 二氧化碳會 讓它慢慢往下 這邊做那個透氣磚 讓那個二氧化碳往下掉 問題是這邊的水 我要先處理一下 欸小人有八位了 那十位要增加一下了 哇我第一次中這麼多的四素欸 然後然後這個 呃這個我忘記了 呃 好我覺得還是要做一下箱子啦 這個平台的哈奇應該就不養了吧 哈哈 因為石頭哈奇已經有了 等石頭哈奇孵化出來之後呢 做回這裡的哈奇之後 那個那個殺一殺 先不養了 還是我先把這個挖開好了 讓這邊做成一個開放的房間 這可以先不管那個 數量限制了 然後把上面的石頭哈奇蛋 先帶過來 這邊做緊攻打掃啦 緊攻打掃然後石頭哈奇 來來打小殺去 那這個就記得要看著啦 要打掃進去之後 把它放出來 不然就死掉了 好這樣我就有兩顆的 石頭哈奇蛋了 好了這邊就插這個 還沒有辦法蓋 那這邊還要電線齁 然後稍微在這邊做一個發電機 然後智能電池 電線 這邊鐵再鏟個一點點吧 方便到時候蓋東西啊 那我這邊另外做一條電路出來啊 因為這個這邊的電路狀態已經蠻高的啦 就不想再重複結結了 然後這邊就是完全是供應這邊的氧氣 這裡你會看到的都是氧氣 所以這個幫浦啊 根本就可以先不用做分類 那如果真的是不小心抽到一點點 其實就這個會扣一點點生命吧 也不管啦 也不管啦 那你可以先停用那個維修 等它完全壞掉 你就把它拆掉再重蓋就好了 也不會浪費那個材料 看一下喔 它抽的都是氧氣 那二氧化碳抽不到 因為在這格啦 小人生成的二氧化碳也會在這一格 所以它也抽不到這裡的二氧化碳吧 對抽不到 那二氧化碳會全部丟下去 所以也不用擔心 氣體已經有了 那小人已經可以出去了 那我們先控兩位出去喔 那這兩位都是我們的建築公 就這個 這個字樣也 啊這裡啦 你去幫我建造 然後 你也出去 兩位女生 那我就讓它先生這邊 喔它 欸不對喔 我有一位在生喔 這個已經在生喔 然後 喔它是龍腸齁 喔龍腸交給 交給阿里 阿里去龍腸 你去外面建造 然後你也去外面建造 之後它在 喔它已經升到97剛好 等一下就讓它下去這邊 建造工 這邊就可以直接往下挖 看一下啊 有個碗泥在這邊 喔碗泥這些還沒有打掃啊 碗泥先放進這裡 所有所有的碗泥 九 那這邊 我下一集有做那個 污水讓它吸啦 沒有撿出來給大家看 那 在旁邊有一堆那個 螢光蟲的蛋啊 哈哈哈 差不多螢光蟲蛋欸這邊 螢光蟲要爆發了吧 希望螢光蟲出來之前啊 我可以養出那個 樹化系 樹化系我就可以撿毛了 欸閒置欸 我應該要多做一點太空衣讓它們出去嗎 多做一件好了啊 至少有三位可以出去 好好好 欸沒有該錯了 基座然後電線 好了不要浪費時間在家裡面 欸 這邊也挖一挖 挖一挖這邊 哇上面還有藻類喔 那繼續過去 欸對齁 這邊可以往上挖啊 讓它們往上挖就好了 這邊也有藻類 生回去的藻類都沒有挖完 啊那我這邊也做一個平台 不要在那邊閒置不做事 好 碗尼已經帶走了 這邊就不會再慘烏羊了 那這裡就是一個二氧化碳門 啊如果你 本來這邊沒有二氧化碳 也沒有太難 你就讓它在這邊呼吸一下那個二氧化碳 啊讓小燕站在這邊 那可能小燕會穿太空衣啊 你就讓它站在這邊的時候 脫掉太空衣 它就可以在這邊呼吸出二氧化碳 基本上有上下這兩格就夠了 你就會看到這邊有一個二氧化碳 然後上面有一個二氧化碳在這三個跳來跳去 那這樣其實已經有做到一個二氧化碳門了 然後這個擋住外面的烏羊不可以跑進來 那二氧化碳門是沒辦法擋住細菌啊 所以細菌外面太多的話 還是會跑進來一點點啊 所以我建議外面 靠近這附近的話也做一下那個空氣濾鏡機 那如果你是想完全擋住細菌的話 當然水門是最好的 因為你要擋的細菌是結合菌嘛 結合菌它只能在氣體上面生存啦 所以用水門是最好的 欸真的還是壞掉了 壞掉了一點點 那先停用修復啦 不然它一直送修的話這邊會浪費一些金屬 然後這邊要擋起來 發現有想偷偷跑出來 來擋一下 不然讓它偷跑出去 那這梯子我都可以安心的往上 到時候都可以挖開這個噴唇 那在蓋梯子的時候啦 我建議大家可以邊蓋的時候 邊挖一下附近的 像這邊可以挖到一些橙子岩啦 所以把梯子也換成你附近找到的材質啦 這邊有橙子岩嘛 就用橙子岩蓋子條 不過橙子岩我不建議用來蓋梯子啦 因為它可以給它齊去尺 你異變的話還是需要用到橙子岩 不過我已經異變出來了 對啊我已經異變出來 那下面這邊有火橙岩了嘛 就可以用火橙岩了 那你挖的時候就那個 盡量保留一格 不要完全挖掉 這樣他們就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拿到火橙岩 就不用跑來跑去 也不用跑回家拿那個資源再出來 已經快挖到這個噴唇了 看之後要不要考慮 早一點拿它來用 那其實現在要用的話其實也很方便啦 我們有那個氣體的儲存箱嘛 也可以不用做那個高壓排氣了 欸我覺得我也變懶了 有氣體儲存箱之後 我也不想蓋那個高壓排氣了 蓋一個這種高壓排氣 所以需要用到的東西還蠻麻煩的 你又要去這個空間 然後控那個水量 又擔心會不會排進其他氣體 然後破壞那個高壓排氣 那現在有這個氣體儲存箱啊 我就覺得我會變得非常懶啊 也懶得蓋那個高壓排氣了吧 揍上那個氣體儲存箱 又挫著氣體進去 那也沒差啊它也不會壞掉 只是拿來發電的時候 有時候會弄壞那個發電機而已啦 比起那個高壓排氣壞掉喔 沒有那麼麻煩啦 啊不好說啊 搞不好之後還是會做的啦 那這邊就繼續挖下去喔 挖到的污水啊什麼的都不管了 就直接讓它丟下去那個原油區塊喔 好休息時間也可以開始錯開了 這樣這會確保 每一個時段都有人做事 新的小人 看一下 學習有3 就這個啦 欸為什麼我一直在加小人啊 都沒事做了 欸等一下食物還沒有放 會不會不夠食物啊 喔這裡的食物可能也要處理一下了 我怕它會壞掉然後 就出現食物短缺 不過沒關係 如果突然間食物短缺的話 我們有好幾隻可以食用的哈奇 所以還是先不管它 好這邊種一下就好了 溫度的話 這邊有點高溫 真的傳過來就冰樹差下去 好了好了 要到了要到了 這邊都是原油區塊了 那這裡應該可以看到 然後 欸還是沒辦法看到那個 礦石耶 可能要更底下一點吧 不過這邊已經有一大片的鑽石 直接拿到火層岩 然後就往下蓋了 嗯 在這邊拿 所以這個 會蓋快很多喔 因為在挖下來的過程 有一堆火層岩在這邊 已經要到了到了到了 到底看不看到礦石 欸有了有了 喔 喔 礦石的顏色改了喔 所以我剛剛沒有留意到耶 喔 變成這個顏色 還滿像礦石的 離土 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挖回去 開始產那個石灰了 然後 再挖下去原油區塊 開始產那個石油了吧 欸 這邊有那個耶 噴醇耶 哈哈哈 又可以抽一隻小人了 哈哈哈 好吧那今天呢 就先玩到這邊吧 那 那個 化石到時候 就直接可以在這邊產喔 現在還沒有挖到 所以沒有這個選項 然後生活區 大概就變成這個樣子啦 人挖都挖一下 哇 這些工作都做得超快的 分配下去一下子就做完了 然後後面他們又在閒置 目前的話其實也沒有太多的工作了 污水 累直到 降一點點而已喔 所以 胡椒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種啊 之後就會做的啦 這些 那螢光蟲也開始爆發了 哈哈哈 那我再分配一些人手到這個 養動物的方面吧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結束吧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忙按個讚 如果想看我做出了更多 一些新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 還要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才不會失掉我任何一集影片喔 如果有什麼想法不能的地方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我是小鈴鐺 我們下一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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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 旁邊 的